今天是一节的感动时刻 我们带您来品尝客家传统风味点心猪油饼 这又油又香 内馅是纯天然的冬瓜糖 肥猪肉还有红葱头 怀旧的滋味令人回味无穷 不过以前啊 这猪油饼都是一大块的 但现在有了新吃法 客家人罗文吉把猪油饼变成了冰棒的造型 方便大家在吃的时候 不沾手也不沾油 一口接一口 他们吃的不是冰棒 而是客家风味点心猪油饼 只是为什么是这种造型呢 这是客家人罗文吉的创意 我一会先开发猪油饼 优有优香 高饼师傅罗文吉把一支支的猪油饼 取名叫做高皮饼棒 因为它的造型独特又美味 饼皮用的是面粉加猪油 而内馅一样是冬瓜糖 红葱头加肥猪肉 不过肥猪肉用的是有纤维不油腻的部位 让口感浓郁又能入口即化 这个有纤维脂 那个如果说假如说是 那个内脏的肉的话 他们都是油 讲求古早味 所以每个步骤都不马虎 口味坚持传统 和那个现在已经九十几岁的老师傅 其中一位老师傅学的 因为做这个饼的话 那个精髓就在这边 它的味道会 那个比一般的话会特别香一点 做饼十几年的他 退休后还是很怀念客家老滋味 所以动手开始做起了客家猪油饼 猪油饼是客装传统的喜饼 也是贡品 原本一大块 但现在换了面貌 让大家可以不沾手 以前一次的话 就是一个饼就好一斤 现在的话只有做 只要一两左右 一两多一点 饼原来是这种圆的形状 做成一边方法 方便吃方便拿 沾上芝麻经过烘烤的猪油饼 从擀皮开始一直到馅料都很讲究 一循古法制作 就算换个造型 一样酥脆可口 高皮饼棒没有加入防腐剂 食材纯天然 罗文吉以创新的造型 让客装怀旧的滋味 有了与众不同的新吃法 肯冰棒的满足感 猪油饼的客家味 客装怀旧的气息 罗文吉巧妙柔和 肥猪油不腻 冬瓜糖甜心 一支高皮饼棒 有着童心为你的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